這條要你找回AB的垂直平分線的equation 那做法是怎樣呢? 第一件事你要拿回那條垂直平分線的名字叫做L 接著要拿回AB的中間點叫做C 你可以在graph paper大約畫ABC和垂直平分線出來 紅色這條就是你遇到垂直平分線 你要找的就是紅色這條線的equation 你留意到這條紅色線會穿過AB的midpoint 就是C和垂直AB 所以這裏就提醒你要找回AB的slope和AB的midpoint 所以AB的slope就是Y座標雙減6減2 除回X座標雙減-2減8 即是-2over5 你用計數機按吧 C的座標就是AB的midpoint 就是頭尾兩點的対し 也要找回X座標雙減2 然後就是要找回L這條線的slope 留意L這條線 即是紅色這條和AB是互相垂直 所以紅色這條線的slope乘AB的slope會是-1 也就是說紅色這條線的slope就等於-1除回AB的slope 因此slope of L就是-1over2over5 用計數機一按出5over2 最後找回equation of L 記住point用回C這一點 即是3 4 所以y-4overx-3等於直線的slope5over2 記住拿回L這個slope5over2 然後把整個份母x-3丟過去乘5over2乘x-15over2 -3要乘5over2 把負4丟過去變成加4 就出到y等於5over2乘x-7over2 亦就是這樣 y等於5over2乘x-7over2 這就是整體的solution 謝謝